要放寒假了,我来检查你们头发的长度 老师,我的头发有30厘米 小五放假30天 什么,头发长度等于放假天数 我头发只有5厘米,岂不是只能放假5天 567,你让开 老师,我的头发有60厘米 比东东放假60天 老师,我的头发只有5厘米 567放假5天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阿七,别灰心,明天还有新的检查 老师,明天检查什么呀 这是秘密,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567,你怎么变成长头发了 这是我妈妈的假发 昨天老师用头发长度决定放假天数 我头发短,太吃亏了 可是老师今天不一定还检查头发呀 老师,今天检查什么 今天我要看的是你们名字的笔画 怎么这次不是检查头发啊 那我岂不是白忙一场啊 我叫小五,有17话 我叫567,也有12话 反正今天不管检查什么 我和小五姐姐的笔画都差不多 都有小五姐姐陪我一起承担 我叫比东东,有14话 名字的笔画是代表你们的寒假作业 小五有17本作业 567有12本作业 比东东有14本作业 阿哈真是太好了 他们的作业都比我多 要不然我就心里就不平衡了 太好了,我爱学习 我最喜欢写作业了 小五姐姐作业 有什么好的,还不如打游戏 567,明天还有别的检查 你要小心了 567,你头上的字是怎么回事啊 别叫我567,我改名了 我现在叫一一 567,你想多了 今天肯定不是查名字笔画 今天查的是手机电量 完了完了 昨天晚上玩游戏 忘给手机充电了 手机电量代表什么呀 手机电量代表你们的期末考试分数 小五100分 比东东70分 567只考了10分 明天叫家长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我再也不天天打游戏了 喜欢太阳姐姐还是月亮姐姐 我喜欢月亮姐姐 我要给月亮姐姐一颗小星星 蓉蓉 我可是给你带去了光和热 前几天我还帮助你了呢 天气怎么这么差 我洗的衣服的什么时候才能干啊 我还着急穿呢 蓉蓉 我来帮你 哇 太阳姐姐 谢谢你 你好厉害啊 可是太阳姐姐 你忘了之后的事情了吗 我好渴啊 为什么地上的河流都不见了 因为太阳姐姐一直在天空上 河水都蒸发了 我们去找太阳姐姐 太阳姐姐 你能休息休息吗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没水喝了 不可以 我可是劳动模范 怎么能休息呢 我要坚持工作 太阳姐姐 虽然你帮助了我 可是你总在天上我们会没水喝的 所以我投月亮姐姐一票 谢谢你 蓉蓉 白眼狼 我努力工作有什么错 我也来投票了 我给月亮姐姐一颗小星星 五六七 你不是说最喜欢白天吗 是啊 白天可以玩游戏 我当然喜欢白天 可是我也要睡觉啊 太阳姐姐 你能回去 休息休息吗 我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你在天上这么亮 我没法睡觉 我好困啊 不行 我要坚持我的工作 做最勤劳的姐姐 只有月亮姐姐在天空的时候 我才能睡个好觉 所以我要把小星星投给月亮姐姐 谢谢你 五六七 喜欢月亮姐姐的都是想偷懒的人 谁说的 我也喜欢月亮姐姐 我也给月亮姐姐一颗小星星 小雪 你种的树可是我帮你长大的 小树小树你要快快长大啊 我还等着吃苹果呢 小雪 我来帮你啊 我的阳光可以促进植物生长 真的吗 谢谢你太阳姐姐 看我的吧 哇 太棒了 我的树长大了 一定能解好多苹果 我帮了你 你怎么能不给我小星星啊 我还没让你赔我苹果树呢 小雪 你怎么在这哭啊 唐三哥哥 我的苹果树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吃不到苹果了 太阳姐姐一直在天空上 地面又热又缺少水分 食物都被晒死了 都是因为你一直在天空上 我的苹果树才会枯萎的 我不喜欢你 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喜欢你 我喜欢月亮姐姐 我给月亮姐姐一颗小星星 冰公主 我又怎么得罪你了 你一直都在天空上 我的冰雪世界都被你的热量融化了 现在那里只有沙粒和石头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 月亮姐姐 冰雪世界欢迎你去做客 谢谢你冰公主 太过分了 我努力工作 给童话世界带来温暖和光明 他们还这么讨厌我 我要回去了 再也不来童话世界了 太阳姐姐 你等等 没有你大地 是无法诞生生命的 没有你 我也会暗淡无光 这两颗小星星送给你 他们也一样喜欢你 只是你太努力了 才会给他们带来了伤害 那好吧 以后咱们轮流在天空上 这样我也能休息休息 小伙伴们 太阳和月亮对于人类都是特别重要的 你更喜欢白天还是更喜欢黑夜呢 救命啊 妈妈呀 我错了你别追了 小子崽子你给我站住 你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 妈妈那真没办法呀 那真不是我的错 逼不得已嘛 快住手 有什么话好好说 不能动手啊 哼 你自己问问他 做了什么好事情 这都是打得轻了 啊 小乖乖 这是怎么了 你跟我说说 为什么妈妈要打你 今天妈妈包饺子 我觉得红面很好玩 我也想学一下 然后呢 你继续说你然后干了什么 因为我够不着水龙头 我一我都在面里尿了一泡药 然后中午妈妈不知道 就拿这个面直接包饺子了 我就说今天中午的饺子 怎么吃的味道不对呢 一泡药的味道 还以为是你妈妈弄的新品种 原来是你小子的 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接我啊 小五 棍子给我 我今天要让他尝尝棍子炒肉 到底好不好吃 天上掉数字了 我接的怎么是零 我不要 我再接 黑黑是一百 我接 我接了个一 我也接 哈哈 我接了个二十 老师 我们接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呀 你们现在接的数字 代表你们今天要写的作业 啊 我怎么接了个一百啊 对没错 比比东你今天要写一百张卷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竟然也要写二十张卷子 不过跟比比东比起来就很不错了 小五 你只需要写一张卷子 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嗯 太开心了 咦 这次天上又掉数字了 我们赶紧接 这次我接了八十 这次不会还是作业吧 我接了一百 真是太倒霉了 哈哈 这次可能是打扫卫生的天数 你们两个要打扫卫生一百八十天 看我接 哈哈 竟然是零 同学们这次是考试的分手 哈哈 真是 太好笑了 比比东考了零分 我考了八十分 小五考了一百分 比比东考试零分 明天你给我叫家长了 哎 我也太倒霉了吧 这次我一定小心点接 我接 怎么又是零分 哎呀 这次我接了一百 但不能高兴的太早 要是做卷子 我要做一百张了 阿七 你不要吓我啊 我接了九百九十九 那我岂不是要做九百九十九张卷子 同学们 这次不是作业 是你们这个放寒假的天数 老师 我抗议 你是故意整我的吧 我坚决抗议 抗议无效 比比东自认倒霉吧 哈哈真是 笑死我了 比比东放假零天 我放假一百天 我要爸爸妈妈带我去旅游 想去哪里去哪里 我放假九百九十九天 这次 我要痛痛快快玩个